Hello,大家好,我是Sugar B 刚好是一个一脸的钟声 因为上一集我们设定了小星星的背景音乐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一期呢,想带着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是怎么建立友谊的跟你的小伙伴们 首先呢,上一集我同时也获得了四个信纸 所以呢,我要给他们写信 分别给他们寄一些小礼物 我最喜欢Lily,所以我先跟他打招呼 You're so cute 好啦 等一下我去邮局再把这些信件寄给他们 给这些小邻居们写信寄礼物 有很大的好处 就是你会获得一些回礼 有一些礼物是你很想要的 还有一些礼物是很稀有的 Welcome to Egg Drop 因为他是新班来的 然后今天刚刚打了招呼 所以就也给他写一封信 看一下,我想把这件衣服送给他 好啦,还有两封信 我们接下来写一封信 写一切简单的就说 You're so kind 送给他什么呢 这是我刚才买了一个白色玉米箱 不然送给他一件衣服吧 好啦,还缺一件礼物 我想一下回家看看我有什么可以送给他的 如果你很喜欢自己家的东西 一是你如果你的空间不够 一是你可以储存到你的柜子里 其实二是你可以送给别人 或者是你可以再卖了都可以 因为你拥有过这件东西 所以等你再想要回它的时候 其实是很容易的 这个竹台还有这个报纸 这个纸壳等下我就卖了它 我挺喜欢这个中的 我就把它留着先 不知道这个收音机是不是可以送给朋友 等到下一期的时候 我们再一起看他们有没有给我写回信 或者是我们互送了什么礼物 好啦,最后一个写给他 Truffles 嗯,写个什么呢 It's a nice day 好像有点敷衍是不是 我对他的印象没有很深刻 现在我们可以去邮局把这些信件寄了 邮局就是在服务中心里面 所以是在这个位置 今天主要呢等一下想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设计一件衣服 我能有一个模板 就是一个Kirby的模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玩Kirby的游戏 以前我也有玩过 然后我男朋友经常玩 我呢最近下载了一个Switch 叫Super Kirby Clash 它是一个免费的游戏 所以我想的是 等一下可以设计一件衣服 其实只要你设计图啊 你可以把它变成散 你可以把它衣服或者墙纸都是可以的 好了 跟大家写信其实是一件自己也会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把自己不是很想要的 或者是知道别人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我们要再检查一下 我们要再检查一下 好 还是没有 走了 接下来呢 今天还有一个小任务在这一集当中 我想去喝一杯咖啡 今天依然是周六 在周六的晚上呢 KK会要在咖啡馆唱歌 然后你可以保留或者是获得它的那个音乐曲目 等到 等到你买一些家具的时候 比如说你买了台收音机 你就可以放 播放你下载的KK的一些音乐 就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互动 哎呦我有点忘记博物馆的位置了 往下走 啊这是谁家种了这么多花草草 Lily 对Lily是一个比较喜欢种花的 因为我记得刚开始的任务 有一次就是我要给他家送一个花洒 然后他手里拿着花洒 还是想要再买一个花洒 这个位置就是博物馆 然后Blather还在睡觉 我们就不打倒它了 我们去咖啡馆的位置 所以我们要点一杯咖啡 我在生活中呢 其实喝咖啡并不是很多 这也不是我的日常 但是呢我想来喝咖啡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 Kappen这个角色 因为他在这里 所以我就想跟他一起喝一杯咖啡 我刚才不知道 不太没注意 我要点了个什么 完美咖啡 Kappen也是我的头像 然后我觉得他眼睛很可爱 所以我就想过来 跟他享受一下安静的咖啡时光 但他不跟我说话 然后上面这个 去上面的位置就是Blather的姐姐 他呢他也在睡觉 他也是一个猫头鹰 他在晚上活动 这个位置其实就是观星空的位置 就是你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喜欢的 一个星座星形 还有一些想要的图案 或者什么的 然后他会告诉你 最佳观看时间 我之前呢画了一个 有点像布一样的形状 让大家看一下 如果有想要的形状 然后可以过来接着画 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 你的上一半部分的屏幕 会看到你的行星图案 好了 现在我们去做衣服的成衣店 然后画一个curvy的形状 送给大家 这是海边 大家还记得店 就是在最上面的一个角落 所以成衣店是在商店的旁边 打个招呼吧 打个招呼吧 New face and pierce 我叫Sugar B 其实这个名字是因为 我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B打头 然后有一次呢 我就输入了我的名字 然后出来了之后 每一次跟大家去见面的时候 有一个我的邻居就会叫我Sugar B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符合这个游戏 就很甜蜜 所以我的之后的所有的名字 我都叫Sugar B了 大家看这里有伞 然后有几件衣服 墨镜 然后 然后我想设计 所以 350块 材料 当然啦 好了 我们放到一个新的地方 好了我就开始设计了 这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呢 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好了 这个就是我画出来的 Kirby的图案 然后已经确定了 是这样 formal 所以我们要给它起一个名字 叫什么呢 这叫Kirby吧 所以我们的服装设计好了 我们的服装设计好了 好 现在我们要把它穿在身上 图案 我已经看到了我的Kirby衣服 把它穿在身上 是一个蓝色的背景 然后小点点的衣服 好了 今天我就穿 我的Kirby衣服 背后也是一个Kirby 谢谢大家的观看